作词 李宗盛 现在是9点45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W线的反向起点 这个湖 先乘坐船去冰川 45分钟之前 会在入口乘坐百度车 去到另外一个景点 这里有洗手间 咖啡店 但现在好像不是忘记 所以这里面就没什么人 听说忘记这个咖啡店都是排满的 因为大家在这里等排队上船 现在我直接去上船算了 哇 路上的风景好美好美好美 一下子又把我的机器燃烧起来了 本来我的旅行 最近稍稍有点厌倦 尤其是那个花岗岩山铁 还有倒映着花岗岩山铁的湖面 还有成片的这种枯树林 映照着雪山 哇 还有管拉扣 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甚为想念 一路上全都可以出大片 而且这个师傅特别好 因为在这里我还打算自己返回去那几个观景点呢 它几乎每个大观景点 也不是每个三个观景点 都让我们下来拍照 我就拍了照 不好意思让人家帮我拍视频 不过满足了 好可以去口罩了 淡季就是淡季就是喜欢淡季 听说忘记这里人山人海 测过这一帮船 要等下面船就很难熬 这就是我们的船 那百内公园 徒步线分W线和欧线 欧线的话基本上需要七天六夜 W线的话四天三夜 五天四夜都是可以的 其他的线我们刚刚一路过来 自驾呀一日游啊 一天一夜啊 只去看那个三塔也是可以的 所以百内公园有着适应各种徒步爱好者 不管你是什么档次的人的需求 风景 每个角度都不一样 每个角度都有它的美 我还有点小期待呢 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有点好 我看天气预报明天是 雨雪天 忐忑 我没有走成这场路 一般来说W线的五天四夜 是从东往西 也是W的尾点那里走 我是从W的起点 从西向东一个比较小众的路线走 看这是什么 对我就好像是在野营的 我不仅准备了牛肉酱 谢谢新闻同学 我还准备了水煮蛋各种吃的 零食饼干 还有水果冻 哇 我不背睡袋 不背帐篷 不背房朝点 就是为了来野餐 上来了 船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包包放在最里面 船票加门票 淡机哦 两万五千银锁 人民币两百块钱 独干照零点零零八的汇率来算的话 十点半出包 烂机就出包 甚至 这个水绿色的 Poay湖 繁华向前方前进 在这个水绿色的Poay湖周围 有一些超高档酒店哦 取景啊 拍摄也很好 就算是平庸 哇 看那个山顶 好十几丈或者几十丈后的雪吧 而且跟那个 莫雷勒冰川的那个颜色很接近很接近 好像是那种 外星蓝冰 有人这点苛责 多少面目无声的嘲笑我 可那又如何 这纸上心色 彼地善恶 不应你存活 他他他不知思惑 我我我与我推出 看这就是我说的湖边那几栋高档酒店 在那里拍照正对对面的牛角雪山 就算是平庸如我 无趣如我 时间辽阔 也只一个你路过便路过 横一只隔 向远方跋涉 三个小时到了 面前就是这些威尔的花冈岩水山 没想到这个湖还挺大的 看看标识 好开齐 百内公园第一天真正的突破 最难的就是营地了吗 这个船每天只有一班 现在上午十点半 返程是下午五点半 现在的入场飞是两万三 船票是两千 是这样吗 哇 今天第一天徒步 格雷冰川 17.5公里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是one way trail 但是难度是easy 不是三点五个小时吗 怎么变成五个小时了 哎呦 ok 走了 哇 这里果然是威家的营地 那就是我一下船就可以放我的行李 然后轻装去突兀了 但是那些自己背帐篷的 如果没有订这边的付费营地的话 就要一路背着走嘛 去找免费的营地 那整个百内公园 它住宿有两家公司承包 一个是V加 一个是F加 V加的O线 都是他们家独占 F加的W线 几乎都是他们家独占 所以W线的四个主要住宿点 V加只占了一个 就是这一个 这就是他们搭好的帐篷 哇 百内的住宿的环境很好 这帐篷看上去也不错 还是大红色的 符合我的色调 哇 就在这个雪山下面 也太美了吧 这跟前还要差点 竟然就是卖明信片的 还有各种零食食物 价格是外面的1.2倍吧 好像也可以接受哎 就不用自己背那么多了 这个是外面的3.5倍左右 还有热水 还有热水 OK 趁排队看一下V加的V加 这个 比达面是 2,000笔锁 番茄酱2,000笔锁 狗子3,000笔锁 等他们喝咖啡 杜仁咖啡小杯是3,000笔锁 大杯是4,000笔锁 大火鸡1,000笔锁 那边就是非常便宜的 只是营地 自己搭帐篷 这位小哥就是自己搭的帐篷 哇这个营地还蛮美的 那边是垃圾桶 哇好多营地啊 哇还有那个最上面的 那边是公用的设施 这边是酒店 公用的设施 更高级的 这边就是已经打好的帐篷 直等入住 我就选了这一个 因为旁边有一个 凳子 椅子 而且没有任何人打扰我 这里就是雪山 啊 入住了 开心 哇这帐篷看上去很干净耶 星空顶 双层 很坚固 打开看一下 什么样子的 今天还是个 防水罩 两层 哇好大 哇 我今天想挑战一下 因为我知道第一天的营地是 海拔最低的最木冷的 所以我今天只要了帐篷 没有要睡店 防超店 后面几天会有 哇塞 可以的可以的 把我的东西拿进来 再给大家 掃一掃整个营地 自己搭帐篷也是一种享受 但是有舍就有得 因为你的包里只能背那么多东西 身体也只能承担那么的重量 哇 哇这个营地好美啊 带淡机 又是这种阳光灿烂的天气 这是他们的公 你看这个鸟儿都不怕人的 好胖哦 这是他们的 公共范围吗 都要擦脚的 因为太脏了 都要擦脚的 因为太脏了 都要擦脚了 哇他们的餐厅 Hola 大家就是在这里做饭 看看他在做什么 什么是 蛋糕 嗯 很准备的 水洗几筋 一用计全 那边就是洗手间 看看 嗯 嗯 嗯 OK 我离去太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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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pm 10pm 是 OK OK 嗨 啊 啊 啊 OK 我们都走错了 哇很干净耶 超级干净 啊 干净的干净的 这就是他们的洗澡间 Tick out 九点半就退房 做饭是早上七点 到晚上十点 洗澡 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点 办公室早上七点到下午十点 开放 啊 这里还 有Lockers 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 不错不错 啊 好吧 好好享受 这一个礼拜的摆内假期 好干净啊 好干净啊 我刚刚有撇到那边的更高档的 就是它里面还有床位 还有单人间 那里面我撇到一个单人间的落地窗 现在正好阳光 现在正好阳光洒进去 又靠着湖边 就非常非常有感觉 据说这里的每一个营地 都很美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一兔 今天是2022年的9月14号 我现在 佩奥埃湖 旁边非常美丽的营地 牛角山下 那边就是著名的三塔峰 开启500年公园 五天四夜 第一天的Tour 让我们去Great Garcia 之前我们去过 南美洲最大的冰川 那就是位于阿根廷的 El Calafade的Upsala冰川 和非常非常美丽的Monello冰川 拥有外星一样 梦幻的蓝冰 今天这么好的天气 17.5公里左右的路程 6个小时突破 我们能看到 什么样的景象呢 出发